好 不过受到这烟花台风可能来 这样的菜价就会有一些预期心理就因此上扬 同时另外一边呢是疫情的影响 还有猪肉价格怎么也涨了 所以婆婆妈妈上菜市场的感受很明显 我们下来看的是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民众在家用钱几乎多 加上进口的猪肉又一直进不来 所以这国产猪肉呢 就从进入了三级警戒之后 一路往上飙涨 批发价一度是飙破了每公斤 到了88块钱 创下了历史新高 市场零售价还飙到了一斤150 让摊商跟控肉饭的老板都照顾连天 市场上这样一块五花肉 是平常家庭一餐的用量 称一称不到一斤 但竟然要卖123元 民众几乎买不下手 买吃都会不会觉得有点心痛 是要用也是要买 还是可以接受吗 可以啊 因为要吃啊 受到疫情影响 民众在家用餐机会多 进口猪肉进不来 国产猪肉价格从三级警戒后 就一路飙涨 六月批发价每公斤81元 七月一度飙获88元 创历史新高 比往年同期75元贵将近两成 而且可能还会继续上涨 市场猪肉零售价一斤150 但摊商透露160元才能反映成本 而国民美食矿肉饭业者同样叫股连天 原物料涨价他们却只能吸收成本 就怕涨价下跑消费者 疫情已经造成很多消费者在公司上 生机上已经受到影响了 我觉得这是重体时间的时候 因为在今年的春节前后 大型羊猪场感染的那个夏粒 造成这个猪眼的一个短切 中元节和中秋节即将到来 预料猪肉用量增加 猪价还会有一波涨幅 民众想吃到美味的猪肉料理 荷包可能要大缩水 华世新闻黄主任 李品欣谢综艺彰化报道